那我们现在做测试的是 把BPI-BIT接到所谓的 坊间用的 小车 Microbit的小车扣充模组中 这是凯斯小车 那我们现在用的是BPI-BIT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 程式 大概我们知道P1跟P8是一组 当我们要使用马达模组的时候 P1跟P8是一组 那 P8是决定正反转 P1是决定马达的马力 所以我们在Arduino IDE里面怎么写呢 我们来看 我们写入PWM的时候 我们要前面要这三个参数 这个三个变数 那 那 这一个 是马达的马力 目前把它设定成0 在设定里面我告诉 电脑说我们要用P8 做数位 输出 然后这边我们是要用PWM 那我们采用的是P1 好我们的程式 把P8 设成D的时候 然后 马力是0 所以这个时候会停1秒 转2秒 这边马力设200 那它走2秒 接下来 接下来 P8 设定为HIGH 它的方向会变成 相反过来 就会反转 那一样 先停 1秒 然后转2秒 那我们把 这怎样整个工具 整 整个程式把它写入 BPiBit中 好已经写入完毕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我们把它插入 凯事小车里面 然后把车子的开关打开来 我们来看一下 哪一颗马达会处理 好这一颗 我们来看一下 一下正转 一下反转 这样就可以 来控制车子的马达